《魏康》兩個字虛偽謊言真的沒有人聽假的詩人 是不是這麼說 哪裡都有 魏康包括絕對美麗的世界 屯部的世界 機閑的世界 還有人類的世界也有這個魏康的存在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叫風花雪月一番 再說一些一關藝康裡面關於哲學的科幻東西 藝康三寶出現 其實我不想承認後面那個 最後一寶 第三寶 你說自由意志 存在主意OK 我不想加亂倫 但今集好像又說了一點點 連續幾集都有這個概念 亂倫嗎 不如我們直接有一集說亂倫吧 OK 走數 看看 其實今天就是一些時令東西 我覺得今個月我們都偏向於說時令東西多 近期之後我們就會說的這個異形 都時令 當時的話 拭目以待 應該下個星期就播了 但我們已經錄了 我看看可不可以中間再放一些鏡頭 那些懶惰的 你們唱K 是不是玩得很開心呢 記住拿東西走 可不可以放一些廣告 新歌試唱 我問一下毛企 pop section 他們可不可以扔一些 他們叫馬的樣子 打算扔過來 看看能不能跳 這個伏希和呂禍 又說過 其實近期有隻新遊戲不想說 趁熱 其實還叫不叫熱呢 兩個星期出的 兩個星期前 應該三月底出 現在我們四月頭六 但是月中出的這個節目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我小思心 你很想說 我覺得不是很想看的 因為小友地 這隻遊戲一未出 在這個亞洲區的Cosplay界 我已經有很多Cosplay朋友已經出了相片 吹了這個旋風 嘩 真的不行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Nia Octomata 中文叫什麼 尼爾 自動人形 自動人形 二零七年出的 應該四月中還是四月底 我忘記了 有這個中文版的 OK 不是一向都有嗎 糟了 現在出的那個是英文和日文配音 中文字幕應該四月底出 差不多了 你聽完這個節目 星期又聽這個異形導讀 之後可以打這個美女機 又可以看這個異形 OK的 你又 OK 是不是 OK 我們應該由哪裏講也好 你想說故事先 還是表面一點講女兒先 你講時令事 當然先講表面的事 我講最表面的事 因為前幾天有些觀眾的反應 就說我們講話的節奏偏慢 其實我是想這樣 我想講到有條理 很有系統 很systematic 準而不急 急而不亂 亂而不疾 關心則亂 是的 我們的flow會繼續 但我也不想講話太快 有時候我早期藝刊第一季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講話太快 現在想假裝陶傑 陶傑講話都慢 年紀大了 機器壞 好 那我們現在不如講這個Near 為什麼Near現在這麼出名呢 當然啦 是 就是為她那個隱隱藥藥的性感小臀部 還叫隱藥? 藏在這個開叉的迷你裙 下面有一個長長的黑色性感 紮身過濕 高筋虛 再加上絕對領域 其實我感覺到大家有些反應 什麼反應 想看她的反應 硬一點 還有一件正在什麼呢 她永遠看不到那隻眼 她有一片日報蒙著 上網呢 有些網友就很認真地用這個設計 和這個顏色學 和這個人類對這個體異性的心理學來分析 為什麼 其實坦白說她這個造型 深黑色白色頭髮 顏色很簡單 是沒有color 黑白 黑白理論上不是一個顏色 你也知道 因為你所有顏色加起來 混在一起就是黑色 所以是白色 紅橙黃龍七零點 顏色上是黑色 光就是白色 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關燈了 感光看不到全部都是黑色 這個女孩子用這麼本能的顏色 黑白 坦白說 她不算是很暴露 她不是暴露色性感 她根本不像范冰冰 拍古裝片 皇后的衣服都不是這樣穿 連我媽媽都說 北半球出來 她又不是那些 其實她都很密實 在這個設計上 動漫角色上 為什麼她會讓人覺得這麼棒呢 我們略略去解釋一下 等於一個人 我想問一下大家的姓喜好 你喜歡裸女一個站著 還是你喜歡有些衣服 若隱若緣介乎於看到和看不到之 哪一樣可以踢起你的慾望多一點呢 我不知道觀眾 我個人是覺得有穿衣服的女生是比沒有穿衣服的女生吸引 為什麼呢 因為好奇 而且你很想了解她的衣服後面是什麼 有一個文學的幻想空間 有一個藝術的銷售 但如果赤裸裸讓你看到 這樣就是笑話 不看了 你不會想看她皮膚背後的什麼 你不會有慾望 等於為何一對很普通的絲襪 你覺得OK 都性感 為什麼總是敵不過有絕對領域的吸塞物呢 為什麼要露了一節就總是 你覺得差那麼遠呢 有沒有想過這回事呢 其實那一節肉在大腿這裡 就不是大腿上面的那一節肉 她想到大腿上面又如何呢 而且我拔下一些 或者向上一揀一條裙子 我又會怎樣呢 其實你一看一看 你已經想過三個問題在頭上 我聽說你有秘技 你可以搓一些按鈕 令到Ania自爆 自爆完之後 那條裙子 那條迷你黑色裙子就沒有了 長期看到裡面很老套的日本中學生的白色內褲 但我覺得這樣完全沒有不吸引 你要在穿著迷你群的時候 不斷地爬那條梯 那些人的視覺 那些人就全部出來了 看來你花得最長時間 應該是在樓梯上面 那些不說了 但其實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再加上那隻眼 為什麼你會覺得導演的比較神秘 為什麼那些盲人呢 神秘一點 就是因為 你看不到他的眼神去哪裡 究竟他是看著我 還是看不著我 但無論他看不看你 其實你擔心這個問題 那他已經成功了 他要在你的腦裏面 然後不斷地漿上的東西 然後Nia這個角色不是非常的 比其他的角色深刻 漿上的Mug 還有那一顆Mug 就是他一顆Mug 這些東西我想是聰明的 其實他造價不用貴 cosplay 都是很容易 但要你穿得漂亮就會難 因為 你有他的形狀才行 他的純iya 其實cosplay都不難 難怪你可否像他那樣走 你說一下他怎麼走 他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新冷慶難帝 他裡面吳鎮宇飾演的謝老四有教過大家怎麼走 急療那個是不是 急療是羅家良 不是急療那個 你只需要你走的時候提起右腳向左叉 然後左腳向右叉 腳不停地表示他在交叉的狀態 你走的時候就會優雅而大方 問題是他在沙漠、森林等照樣 厲害啊 尼亞姐 這些表面的東西我們又說了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符合到現在表面上的男女關係 修兵制 表面上先不說男女 你不覺得他旁邊的助手其實是一個小政態 9s 主角這個尼亞 主角不是尼亞 主角叫2b 今次的主角不是尼亞 叫2b 2b 他的胸一定不像b 他旁邊的男性機械人叫9s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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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矮了一點點 好像小政態很順 叫他做2b 3b 2b小姐 2b大人 他說不要叫我加小姐 可以了 你看得出有一個很吃到我們現在一般人的兵制 OK 你當然要幻想在他旁邊切一按轉 幫他背劍 那些 幫他背劍 但是當然在故事裡面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冰呢 我們就不說了 那你不如說說故事為什麼都值得拿在藝康那裡說 那個故事其實要分兩層我這樣看 表層是什麼呢 表層 不是表層的故事 不是表層的故事 不是表層 你先說我快點給觀眾一些圖看 是喔 可以的他會自動慢慢給大家看的 OK 不要看這些圖 很心急 你一向都很急 其實是說一個機械人 人形機械人打外星機械人的戰爭 這個故事其實剛才我們說的2B和9S 是一些叫做Android的機器人 人形機器人是由人類那邊做的 對手我覺得就好像那些很六七十年代 典型那些罐頭金屬機械人的樣子 其實很可愛的他們 有個名字的 那些叫資源回收筒 是資源回收筒 是的 那他們就由在一個故事設定上 是一班外星人設計的機械人 就是說其實裡面從來沒有一個外星人 從這個人類出現過 出現的只不過是人類創造的機械人 去打這個 外星創造的資源回收筒 是的 然後裡面就是穿插一些 偏向一些藝康式的命題 是 可以繼續說 這個就是表面的故事 但其實內裡還有一些很耐人尋味的東西 就是其實這個故事發生在一萬年之後 萬幾年之後的故事 這個世界一萬年之後 是 它是公元一四幾幾年 很厲害了 其實在地球的表面 已經沒有人類 也沒有外星人 只有這班人型機械人 即是一班Android 和那班機械生命體 在打來打去 故事的背後 其實就是講 人類和外星人都不打這場仗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代理戰爭 看看哪邊打贏 我知道打的朋友是熟的 不過我這個節目 始終都要符合一些 未打過這場遊戲的朋友 所以我們會花一點點時間講 就是原諒我們一點點不多 等一下就會入正題 很快入正題 其實已經可以入正題 入正題 是的 來吧 其實有故事 你覺得我們從哪一個項目可以講起 細節那些 第一關打什麼 我們就不講 那些被你去打 我們可以講一下 不如其實為什麼這遊戲 人們會講過這麼好玩 因為其實跟 雖然你聽到是一個科幻 很明顯的科幻故事 是 但其實跟以前一些其他遊戲 也有聯繫 但有聯繫之餘 就跟這個世界觀念全革 不搭八 真的 你不是解釋 或者你不聽解釋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得到 這幾個遊戲 有幾個遊戲 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樣說 為什麼我們要拿進來艾康說 有兩件事 機械人和人 機械人想學習做人 人類意識 跟上集 我們想在這裡做探討 第二個就是 你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科幻故事 的遊戲 但其實跟很多年前出過的 講魔法 講龍的遊戲 奇幻 奇幻 冒險 是混在一起 而他的世界觀 可以這麼大膽地 由以前的魔法世界 一蹲蹲一萬年 變成科幻世界 我覺得 這個 我也是 我反而是 近期是遊戲界裡面 可以給多些這種寬容度 電影 連續劇 可能都未必肯寫得到 這些 真是九不八 你不會生懷季 現在是打喪屍 然後生懷季 變成 叩女 不是 那個是有可能的 你不會生懷季 大家都很想 變成魔法 你不會 Chris會召喚 你不會 但這裡是會的 我們說說這裡 由魔幻 由魔幻變成 由Fantasy 變成Sci-Fi 應該是 究竟 怎樣 首先我覺得 要提一提 要歸功在這個 製作者 橫美太郎 即是剛才 如果大家一邊看 我們的script 在這裏過的時候 可以看到 兩隻眼睛很大 就是EA棚牙 一個圓形頭 魔鬼頭 他經常都戴著 其實他是戴著那個面具出街 你知道那個普通手嗎 他是有一點點 社交病毒 哦 是 其實會形成了他這一堆 因為由我們 一會兒會說 現在爆了 一會兒會說的 Dragon Dragon 即是 福秀龍騎士 去到現在 其實他也是有份做的 其實他做的這一堆 這一堆遊戲 都不是一個什麼好東西 他為什麼這部戲 值得藝康說 就是 他這個劇本 你表面上看來 你完成任務了 無論你是在魔法世界 拯救地球也好 在科幻世界 解決到這個地球危機也好 主角都是四個字 不得好死 而那些劇情 他扭得來 不像台灣和大陸那些肥皂劇 很老套 他那個扭翹 你覺得 MAKE SENSE 而且是正 所以我們今天會很花時間 因為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劇本 還有我上網 有時 都是找到資料的時候 很多人去講遊戲 怎樣去拿彩蛋 但沒有人講這個劇本 沒有人深入去提及這個劇本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 我們來做吧 最厲害的是 他不是在表面扭 表面你玩的時候 那個故事是順的 是一路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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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在設定和背景上扭得很厲害 整條麻繩的 好 我們先講一下Near 稍後再重複一下 為何這麼多年歷史 Near 自動人形這遊戲本身 其實內裡都已經扭得很厲害 我想這裡不怕透 我想要打那些都應該爆了 不打的那些 如果不透 他們又不明白 不透他們又不明白 透了他們都可以打 因為那些畫面都很漂亮 快點看到Cospeer Cos to be 你經常圍繞著這個 我也想出 其實我剛才都講過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一萬幾年之後的世界 其實不是人類和外星人不打這場代理戰爭 而是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人類已經沒有了 而那些外星人 設計這班機械生命體 資源回首 又會被機械生命體 已經反撤了 所以 其實 簡單一點說一句 兩班機械人設定了計劃 為人類為外星人 其實那兩班已經不存在 其實我覺得很荒謬 打來為什麼 已經中間滲了這個計劃 但是在故事裡面一開始 那班機械人是不知道的 一直都覺得我們要保護在月球基地上的人類 所以我們要下去跟這班外星人 要找這班外星人出來 因為它裡面都說了 其實他們沒有收到外星人訊號已經很久了 他們不知道外星人躲在哪裡 所以它不停派那一堆機械人 B幾 S幾 就是主角那些型號的女人樣的部隊 大部分都是女人的 整個遊戲裡面好像只有9S是男人 這個陰性揚衰的世界 不停派人去找 接觸機械生命體之後 打 其實故事去到中間 這兩條人已經發覺不是 因為原來有些機械生命體 是不打架的 對 你這樣聽到一個很普通的故事 Search and Destroy 由故事去到 它會發覺機械人 即是由外星人做的那一篇 叫機械生命體 機械生命體有一部分的機械人 已經覺得進化 他們有意識 他們意識就不是很老套的意識 其實打是什麼意思 不如不打 不如我躲在這條村裡 但是機械人之間 理論上可以用program溝通 是 但他們選擇不用 而會用人類語言 視乎這部碟是買日文還是英文 他們會斷線 他還要把什麼呢 很有趣 他不會當機械人是機械人 也不會當自己是機械人 雖然他知道自己是機械人 但他會當其他機械人 和自己是人類 而用一種人類 一種部落式的生活來生存 即是有首領 有大人 有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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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配音是女生 但那些嬰兒機械人 會當作男人 不知你記不記得 還有會搞事 會性交 會嘗試搞事 會嘗試追女生 會嘗試追女生 你覺得這些設定是挺有趣的 這個作品除了這些 其實他中間滲了很多 你會覺得他不是那麼單一 我一邊衝進去拿刀劈 雖然劈是他的主打 即是露劈 但你打一下 會變成像以前玩的雷電遊戲 即不是Metal Gear的雷電 即是飛機的雷電 即是要鼻子打 然後射 其實這也是他的其中一個 由以前到現在的成全 他由以前的遊戲開始 已經是一遊戲多尾 對 很多尾 又一邊走一邊打路劈 爽劈 無傷色 到到變成橫向式2D的 好像馬里奧一樣 跳來跳去 又有 然後上面虎嵌式 即是鳥嵌式的 用來射飛機 又有 沒有那麼容易悶 還有他那些遊戲和遊戲 即是形式之間的轉換是順暢 順暢 說回機械人那裡 對 那你說這個我覺得 好像很扭巧 其實他一直在扭巧 甚至乎打到中間 那些機械生命體已經開始進化到 他們會 他們真的生了一塊東西出來 生了一塊好似好似人的物體出來 但是沒有J 是 一個沒有J的男人 就叫阿當 沒有性別的人 只是樣子比較男人 沒有胸 他是一個男性格 但是依然是沒有生殖器官 這個就是很典型 又說一些基本的東西 是 一個很性感的女主角 是 他沒有理由大佬是打女人 很性感的女主角 他打就是一個很性感的男人 所以這個Adam和Eve 兩個都是男人形象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看了蠍子龍也知道 在這個ACG界 和這個Cospe界是沒有性別的 是 表面上 你看Adam和Eve兩個 你以為夏當夏娃 那夏娃一定是女人 那又不是 他穿六塊腹肌 不穿衣服 Shirtless 很美男 他還要Penless 不是 Penless 不是 夏娃就是穿皮褲 露了上半身六塊腹肌打的 用腿髮的 阿當比較長髮 有些類似的踢死套 文質奔奔型 踢死套的衣服 兩個真是 風魔萬千少女 吃光所有類型 你男生看女生 女生看男生 行 你Cosplay就說組團 行 所以這個真是 你看大哥哥也有 靖泰也有 妹妹也有 御子也有 對 要性感也有 成熟也有 A2也有 2B也有 這些型的 適合我這尾的有 少女型 夏當 很適合我 我也喜歡 機械人也有 機械人也有 老鏈這麼大的機械人也有 你扮超時勇 要坐飛機 半紀機械人 射飛機 飛機變形也有 有 巨大機械人也有 基本上都吃齊 對 刀刀劍劍劍劍 也有 已經齊了 好了 我們剛才說到外星人 你說機械人就已經進化了 機械人是 除了開始進化成為有意識之外 他們就開始 會去探求 他已經不是去探求人類 即是我們說的資源回收筒 他還在扮演人類的行為 一些行動上的特徵 已經去到說 我其實不只是在外表 或者行為上要像人 我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點 就開始入到危行 即是說 introspection 即是自我再監察 自我再進化 optimize 其實他都會進化到 我們以前經常說的 自我意識 存在主義 自由意志 那些 我一個機械人 究竟人創造我們 他問人都不在 究竟人是什麼 不如我試一下做一個出來 其實就是夏當和夏娃的機械人出來 所以你看看這班 由外星機械生命體 原本是很垃圾桶 很鐵皮 鐵皮玩具式的機械人 他製造的就是很人 而他得到結論 你不得不否的 我覺得是很正 是什麼呢 他的結論就好像我們跟For Honor 他就說 他就說 我嘗試做一個人形的東西 來simulate 即是模擬人類的雜性 去學習人類是什麼 我明白了 人類就是互相憎恨和打 就是這些很老吊牙 很老套的東西 但是你想想 就是有沒有錯過 就是你想想 有沒有一集可以有一關 我覺得他最特別就是什麼 他一關在說 入到一個虛擬世界西去打 通常你作為是那個遊戲設計師 或者是一個遊戲 暫時害怕他打打打打打打ки 你要打打打 他就會說 等等 就是那個主角旁邊 有一個助手 類似愛Pod 是一個電腦來的 也可以跟你講話 olv 這個虛擬世界天氣 衝出來打你的敵人 是有模擬人類的雜性的 因為電腦是經典出來的 它不需要成本 會一直在一起 就像你吃明像一樣 不斷有壽司衝動 你吃不完 肚飽也吃不完 那怎麼辦? 這就是他聰明 我們香港人佔中失敗都學不到 你不要打 罷工 他說那怎麼辦? 因為這個虛擬世界好像matrix一樣 虛擬一些地心吸力 人的數據是準的 但你說電腦會不斷地發揮一些人出來打你 它會像香港那樣 它會咬到某個位置 它會自己膨脹不行 它說你不用打 你有它不斷地發揮一些人進來打你 你站在那邊被子彈就可以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跟觀眾說說 這裡3%飽和 然後5%飽和 就像你平時家裡住的那些屋 床位 機位 醫院位 賣奶粉 旺角30%飽和 然後50%飽和 70%飽和 100%飽和之後 它假設電腦插出來打你那些人呢 自己打自己就砰爆 搞定 他說這個就是模擬了人類的結果 他說準到你 跟蠍子一樣 為什麼蠍子也是這樣 蠍子在鬥裡面 蠍子有一個雜性 就是它是不會攻擊同類的 只要一個condition 太濕熱又或者鬥太多同類的時候就會打 而且如果沒有記錯 會吃自己的子女 肚餓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 那個後面又不是啦 但它一定會打同類 其實在說什麼就是說 一個肥死了的環境 香港或者什麼都好 人太多就變成自己人打自己人 他這樣說 作為一個遊戲 他撿這個point出來 我覺得 多不直接地說到人類本性 我們藝康說這麼多集 說到人類好像沒有好東西 我又為人類澄清一下 人類可能不是全部都壞了 可能有0.幾%都是好的 可能 根據統計學上 我今後已經很冒犯人類 但你找到證據否認我嗎 你又找不到 這世界搞成這樣 你跟我說人類好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人類為什麼會這麼壞 為什麼會這麼卜呢 為什麼 可能是這樣的 衛斯利作品裡面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好 真偽康裡面 真偽康 真偽康 他就說什麼呢 人類suppose 都是說外星人創造論 他說外星人創造地球 suppose是不會打仗 不會有什麼爭執東西 人類不會那麼艱險 但是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就說人類太多 他的理論就是說人類suppose在這個地球 他那條數很容易 當然是創作 他說都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十幾萬 還是二十五萬 還是十四萬 我忘記了 他說十四萬人口share這個地球 日資原來滿足到 你這樣都不會打仗 喂 十四萬人口 就是說你去隔離可能 七分一的香港 可能隔離一個人 可能你要跑到蒙古 俄羅斯 你會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跟他打長交 哈哈 你會不會 但是我要 但是我要追女兒 都已經出事了 這麼說 就是你有 一兩個萬就夠了 對嗎 一坨人吧 一個地方 你得過 十幾二十幾萬人 你一天追 就是你一天搞多好 你會不會 就是 你會不會 不行了 大哥 走好遠都要去 不要那女兒的家 找些山珍海 你都要 都要跨成我州 不是長州那些州 非洲去歐洲那些 是continent 不行了 不如大家和樂一點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走到腳斃了 即是 可能是科幻片 對 可能人本身 不是那麼邪惡 可能 今集 一反魏康的調子 嘗試為人家說一些好說 不是那麼糟糕 但是 你那些民族說孔子是聖人 你來講一下 好的 你找孔子是聖人 然後copy了孔子 這些東西的人 好像有些電腦 WEST WOM JEN 100個孔子 塞在天水 現在的天水圍 我們來講 這麼多問題 是啊 坐過車 又被蝗蟲的旅行團 就當作為 以為自己的旅遊巴 那些車 現在是發生這些事的 其實我們是借這個 這個 topic 去吃現世的東西 即是你一個城市的 交通工具 你會不會被淪為 一些便宜的旅行團 的旅遊巴 很難搞的 它不是旅遊巴 你上學 外地人的新移民 比你更多 你上班 明明為何外國 不是外國都算 那些北面國家的老闆 做生遊 請你來 整件事都不是為你自己的時候 你聖人孔子 天相為香港 我覺得他都會做你所謂的 暴動廢青 是不是 孔子也有火 不用罰那麼厲害 孔子也有火 我不知道孔子是否報錯 因為他沒有說過 應該是不報錯的 是吧 他一個人對著這麼多學生 我都沒聽過他打學生 學生有胃筋 你香港那些 你也對 孔子也有火 你想想 回這個科幻世界 原本可能是沒有事的 人類或機閃 這個環境 他都會失去 物理學上 會令到 生物 或者有意識的人 可能怕人都是生物 開始會攻擊自己 自我同等大衛求生 因為你一有意識狗 你就不想死 因為人口一到膨脹 過度飽和的時候 你那個群種 你那個種族 會滅族 你那種生物會絕種 所以他寧願要自己打自己 去將自己的能力提高 就是很優生學 這個說法就是 因為你要打贏了 你才可以繼續生存 那你的Genes 就強一點 你的強度就厲害一點 然後透過自我淘汰的這個法則 去令到自己的物種更加強 生物學上來說是合理的 但人類脫離了自然界的 那些奇妮物種就不合理 即是我不覺得現在是適者生存 我從來不覺得那是適者 我覺得是奸者生存 以及是弱者生存 即是你看看現在的強者 現在所謂的強不是真的 智力 不是能力上的強 體力 能力 或者動人向善 不是如果擦鞋也有一個能力的話 這個是逆反的 這個是龍虎們不合理的東西 即是一個物種 它不會像自己的弱者 然後限制著一些強者的行為 而令到弱者在一起 然後限制著強者的活動 令到強者沒有辦法發揮 所以弱者才可以生存 但是這個世界的商業架構 就是在說這些話 有時候普世價值就是在說這些話 普世價值其實是平等了弱者的東西 但同一時間沒有提高強者的權利 而所謂的強者就是要剝削弱者 你剝削到好 你反而變成強者 這個是荒謬 不過這些這麼沉重的事情 不要在這個遊戲裡說這麼多 諸先 諸先 不如我們再略略說多些裡面的遊戲的東西 由這個位置去 應該有人說哪一部分好呢 如果你提到人類 那就要說一下為什麼人類已經消失了 說一下吧 其實它的世界是怎樣的 其實它的世界在一萬多年之後 我覺得已經太遙遠了 我們將故事的時間一拔回去五千年前 當然距離現在都已經很遙遠了 現在才是二零幾年 我說的是五零幾年 你不算是史前的那些 三千年之後的今天 其實都還有人類的 但是人類已經很少了 因為有一個病 那種叫做白鹽花症候群 什麼叫做白鹽花症候群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傳染病 這種傳染病 舊了東西的人 要是就會 初期的人就會認為他 感染了之後就會變成 到最後就會變成一大堆綠花蠟 然後就會吹走 已經變成塵埃了 變成奶粉 上面的人會明白一點 變成食鹽 可以用來抗壓輻射 然後再繼續研究下去 才知道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感染者會被某一種 他裡面就說會被召到神面前做選擇 要不你就化鹽而死 要不你就會變成一種沒有意識的生物兵器 然後在地上行使他們的旨意 這句說得很白 大家不知道我說什麼就由他不知道 就是說你一天就申請學卷 上班 上班一開始就還債 畢業就等於債仔 然後行使他的旨意 那我寧願化成鹽 所以當初很多人都化成鹽 有風骨的 但是開始發覺有很多沒有意識的生命 整體連樣子都變成了 不是人的樣子 一攤東西 有四條東西 就開始在日本 特別是東京 之後我會說為什麼會特別在新宿和東京這個地區 就開始蔓延了 日本政府搞不定 於是就打算叫美國政府一齊 不如我們研究一下這些東西 日本和美國聯手都已經很破天荒 就這樣聽下去 一向都是有研究開 Friend底 但蝕底底是日本的 即是坤 上集復熙都說過 兄弟背 然後善兄弟 那些 OK 不會擺到那麼桌面 現在他擺到上桌面 美國和日本 在日本駐軍的美國潛水艇 叫日本埋單 日本不是吵 那些困是水魚 有些假裝就說擺明 是的 軍費也是日本人家 借這裏其實可以說很多現在的東西 有很多你不覺得 但其實又是發生著 擺明是不正確的 然後有一群人就說這些不正確的 我們不如不要這樣 而有一群人就說 你吵什麼 有飯你吃 要搞亂我秩序 即是永遠有這些話題 滾食傘 突然間殺出來 立刻要收到很快 因為我們不可以說太多這些 Stick to the point Stick to the point 到最後搞不定了 其實這個病是沒得醫的 OK 但是因為感染這些東西的人 會變成那些沒有意識的怪物 Walking Dead 我們不如歷史重演 我們之前都已經炸了這個碗熊市 這次我們就炸新宿 炸新宿 就是一個核彈飛到新宿 就想著沒事了 OK啦 整個新宿被你炸了 那些東西都已經消聲匿跡了 沒問題 誰不知炸完不久 在中國有report 又說有這些東西 然後就蜂魔全世界 就從此不定了 從此不定 發覺說不定 因為已經是世界各地都有這些症狀 結果如何呢 在那個世界上 結果呢 研究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些叫做 魔素 Manzu的一些粒子 因為這些粒子 人類就成功地研製出一些叫做魔法的東西 這個正硬正就開始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Near Automata 什麼人形 自動人形 自動人形 沒有講過的字節 這個其實是前傳來的 前傳來的 多謝阿吉說 那裡面就開始有些個癮東西 就像是我們之前說的 Ghost in the shell 還有加上魔法的這些東西 對啦 那除了魔法之外 厲害了 他就發現了一個原來人類的靈魂和肉體可以分開 Shel和Ghost是可以分開的 Shel Ghost不一定要in the shell Seperated Seperated Out of the shell也可以 OK 然後他們就開始把人 因為他們怕那些白化症 因為不是白化症 神經病 白鹽化症候群 因為不能醫 所以他說不如我們所有人類 現在就是白症症候群 對 都沒一意 OK 還有都是極級容易傳染的 是喔 高傳染性的 是喔 高傳染性 然後他就說 我們全部人類 將自己 因為靈魂是不滅的 我們將靈魂全部抽出來 OK 那就放回 就是任由這一股東西過了 你驅學死 不是 任由那個白化 任由那個白鹽化症候群 自己在那裡擴散 那再遲些 其實是跟電影版的巴哈薩似的 等到他沒事了 那我們就再下來 然後就要 就是他會研究了一種 因為那個肉身會死 那他們要研究一個不死的肉身出來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叫做replicants的東西 用來代替這些肉身 就留在地球 我們那些靈魂呢 就全部去月球 就是伺服器 伺服器就是在月球上 對 就是在地球那裡 只會是用力 對 代理用力 就是都是用他的腦去運動的 他都是一具活生生的東西來的 肉體來的 但是就是科學做出來的 其實都是Cyberpunk的東西 你說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就補完Nia的世界觀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田地 這個就是Nia 應該是2002年 是多少年 2010年4月的時候出的Nia第一道 就是第一隻Nia的遊戲 因為automata可以說是Nia2的 或者Nia3 因為它推出的時候也推出兩個版本 歐美一個版本 日本有一個版本 但是兩個版本 其實說的故事是一個 其實是有趣的 你想一下這隻遊戲 有個Nia 就是在遊戲裡面沒有出過Nia 你就不明白 為什麼叫Nia 為什麼叫Nia 為什麼主角叫2B 為什麼不是Low 或者是低 香港版本才有 那為什麼那個男主角是9S 不是充 又是 這個是不是要找那些 我的什麼什麼女友的人 問一問 我跟人可以搞 OK 我繼續繼續 狗聰 還有低B OK 回來了 就開始有這個大型的複製行動 狂做replicans出來 然後 但是人類都會害怕 因為他發覺replicans 雖然說是一個殼而已 OK 但是都很高線的shell 因為他們慢慢地 不同的一代一代生下去的話 他們會有意識的 還有有自我 會進化到有自我意識 到時候人的靈魂就回不下去了 然後人恐懼了 人恐懼了 現在變了神學為家 變了一些宗教性 當你有創造者和被造者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會輪回來了 就變成了 對 所以他們就向一個特別 即是他們要找一種特別的魔術 來維持著這群replicans 的蠢蠢頓頓 對 維持著他們那些低智商 漁民的政策 當然被他們找到 有叫人去 在中環那裏搭個泳池 人家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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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美食車都在角落 人家投資八十多萬 買一輛車 但其實你外國的美食車成本 不知道一兩萬港幣已經有了 有電有水有爐有火 這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些 我不知道 可能是 好 繼續 那你去到哪裏 被你的美食車弄一弄 去到就說要有個魔法 要弄到他們蠢蠢頓頓 保持著 under control 是 所以當然被他們找到 但都要保持 於是相對地有些 有些管理員的出現 你的電腦都有程式管理員 你去北角還是屯門 都是一些社團聘請回來的 自稱管理員打你 但其實到最後尾 因為一些小錯誤 其實就令到這個計劃 完全失敗 然後就完了 21 你以為自己成功了 但其實整件事失敗了 的一個結局告終 那怎樣弄到這個automata 就是因為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失敗 那些replicants 已經開始有自己意識了 所以令到在月球上面 所謂地球人的靈魂 那個server 是比較無用 因為他們回不來 即是 好像高天的Shell這樣說 他變不回這個肉體 只不過是一個數碼的靈魂 認識存在 你可以這樣說 究竟會怎樣 不如下一部分回來再說 各位朋友 你好 我是蒙特有支持 Gaby 我們今次聯同MJ13 魏康 TopSession 我們幾個網台節目 我們一齊聯手 搞了一個普朗米秋斯2的放映會 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 大家看得開心 也有機會跟我們大家吹吹水 大家開心一下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多謝各位 魏康 偶像Part2說這個美女 Near自動人形 automata 前轉的那個版本叫Near Near裡面是沒有Near的,只有2B Near的Automata裡面是沒有Near的 我們說回感驚 有個危機就是人類的意識 只能藏在一個伺服器上回不到肉體 其實最慘的是什麼呢 高線的Shell裡面還有一個Network 快女師都在一個Network上面遊走 你這幫自以為聰明的人類就斷了Network 即是在伺服器上單獨的人類靈魂是不懂得聊天的 不是,它只有一個伺服器在月球上面 但其實它是沒有Network可以回到 即是那個是內聯網來的 那個只能夠是內聯網 真的是伺服器來的,而且是backup伺服器來的 是啊,其實就是 它不是cloud的,它不可以回到地球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你要地球上面那一堆replicans 肯? 有 是啊,他們要那一堆東西 要做事,要拼上去才行 OK 但是因為replicans已經有意識 他們已經成為了自己的一個群體 所以月球上面那群就 trap在那裡 totally game over trap in the moon 然後為什麼會再過了五千年 其實上面那一堆所謂的靈魂就已經消耗了七七八八 基本上已經 用電 你可以 這個概念也對 流失,又或者舊化 所以其實 還有就算你不流失也好 下面已經沒有載具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哲學問題 其實又為什麼這麼執著施主 你想想其實如果你的數碼化可以 提供一個伺服器上去的話 就是你的靈魂 其實肉體對於你來說其實是一些可有可無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前幾集都說過 在ghost in the shell那裡 其實你的意識或者你的靈魂 發展到一個地位,發展到一個地步的話 你在網絡上不滅的話 就是好像草替數字和快淚師那樣 其實有沒有那個驅學其實真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看Matrix那樣都是 你在一個虛擬世界裡開開心心 其實你有一個驅學其實是真的不需要的 你覺不覺得呢 如果你真是Matrix那一類的話 OK的 因為你在裡面依然會生活 其實你在一個伺服器裡面 都是在做你日常生活的事 你以為自己正在真實 但是現在在說一個伺服器 為什麼快淚師這麼執著要數字的身體 因為他不是要他的身體 他是要以後為一 他要體驗生命 他要體驗生命 生命對於一個意識來講 你沒有肉體 其實你等於沒有生命 他經歷不了 他體驗不了什麼真的生命 還有人呢 所以你要下雨 在球場上蹲一蹲雨 難道天都不幫我 你下雨了 你才覺得生命是滿希望的 前路是由他創的 對 但是這個就涉及到 真的有一些靈魂學 或者神學的問題 為什麼人要得 為什麼靈魂會這麼遠去投胎 都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 就是因為綠感帶給他們的感受 其實經歷 經歷 經歷 每次都不同 比較有趣 哦 為什麼人會困在這裡 我們經常要不停地輪迴呢 就是因為你有那綠感 而你在這綠感裡得到了一個慾望 對嗎 或者一些記憶 對於在月球那一班 那一件東西來講 要投放回來 始終都是他們的目的 那最後怎樣 到最後 我們要明快點說 就好像automata裡面這樣說 其實到最後最後 月球上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即是那些人類的消費是 destroy了 已經沒有用途 沒有作用 也可以視他們為廢品 所以automata裡面一直在說 月球基地有人類 我們要為保護人類而戰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這個是一個謊言 還要是你差不多要打完打爆機才跟你說 你會覺得 這個編劇 其實我已經不驚訝了 因為其實 你一知道是那個監製這樣寫的話 我一定知道你不是好東西 黃美太郎 黃美太郎有份的 那些遊戲你都不會遇到它是一個好東西 等於你看 什麼虛淵源的那些 最後結局一定不是好東西 你聽到危害 又說怎樣輕鬆 又說什麼ACG 又說什麼 又說輕口 就是這種 你看看哪個製作人 你就知道它是什麼 你去淡劑有沒有打算吃清淡 不是啊 它這次很好的 在遊戲出之前已經告訴你 我這次會做一個Happy Ending 是 豁住了所謂 就是你BB辣 是不是跟外面的BB辣不同 你說清淡的我去法餐店吃炸雞 你對比它以前做過的那一堆遊戲 那一堆Ending 它每一隻遊戲都有幾個Ending 由PS2年代開始 其實它都已經叫創先河 在action game裡面有不同的Ending 還有它的Ending不是純粹是什麼 好像Silent Hill Bowser 你救不到它又怎樣 Worse Game 其實它是整個劇情的流 還有它所謂的那個躍心 就是躍代你的心理 它的躍心不是說 你主角死了 不是這麼簡單 是它為什麼理由要自相殘殺 而全包散 而全包散 而全包散是不能救地球有絕望 而背後那個世界這些 在它的畫面和它的遊戲和它的模式之外 你看到你的心情是沉重的 說起它躍心 一定要提它Near第一集那兩個版本的結局 你說說 那個真是大家要吃定為藥 話說我們剛才說的那些Replicants 是人類做出來 打算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就下來可以投放下去的容器 那為什麼到最後整個項目會失敗呢 話說在一個Replicants裡面 我們終於都找到我們的主角 Near了 Near這遊戲為什麼叫Near 就是因為它的第一集 其實主角真的叫Near 是男還是女 是男來的 是一個哥哥來的 沒錯 它就是一個哥哥來的 話說就是在它的世界裡面 已經有魔法這件事 因為在早期那裡已經研究了這件事出來 有魔法有成的 然後呢 它要為了她的妹 她的妹有一種很特別的病 叫做黑紋病 你不要叫人家看屁股先 OK 雖然她的屁股是多有人 有一種病叫做黑紋病 那時候就已經告訴過 所有人都知道黑紋病不能醫 OK 是絕症來的 死硬 但是她哥哥都依然深信 我依然是有方法拯救我自己的妹 於是就踏上征途去找這個解決方法 那在途中呢 她的妹病發 誰不知就有一個突然間出現的一個全身都是黑紋 是 但是跟她自己一模一樣的男生 我們暫時稱之為魔王 就出來擄走了她的妹 OK 她的妹就不知所蹤 去到幾年之後她修煉到自己 魔法很強勁了 她的肉體也很強勁了幾年之後 就要找回自己的妹 她不停在想我要找回自己的妹 這個遊戲其實是想教一個妹的歷險冒險故事 表面上 表面上 而你要打個魔王 是 但是 OK 故事一跳 我們無論哪一個劇情都好 你到最終都會找回自己的妹 而你的妹就會跟魔王一起生活 兩個妹是好的的 其實沒什麼事 對 那你就要打個魔王 因為你要救回自己的妹 那在那一天的遊戲裡面有幾個結局 所有的結局 都是以你可以打到魔王 或者一個魔王會消失 這件事結束 但是 我們再繞下去 跟我們剛才說的那個replicans計劃失敗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棍胡哥和妹 都是一堆replicans OK 而那個所謂的魔王 就是這一個replicans的本體 即是和自己的原本打 對 而他打贏了 那它的本體一消滅的話 我們剛才說的一種特殊魔術 用來平衡著你們這群傢伙 讓你們這群傢伙不要進化得太過緊要 這件事就宣告失敗了 所以全部的機械Rapplican意識就醒覺了 就醒覺了 他們開始會進化到有自己 作為一個Rapplican也不是一件壞事 但在劇情上 但是你要明白那群Rapplicans 不會知道自己是Rapplicans 他們覺得自己是人類 好像我們一樣 我們以為自己很有意識 但其實做這些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遊戲主角的方面來看 是大滿足和大成功的 他以為自己打敗魔王 救回自己的妹妹 可以從妹妹解放出來 怎知道就像任達華這樣說 你還打? 整個世界都被你弄壞了 是 是 是吧 是 就是因為其實他打的那個本體就是人類 是 於是人類整個計劃就失敗了 人類就注定絕種了 好心做壞事 多得你 這句是吧 多得你 多得他 是 是 哇 真的被你這樣說到 我心裏有一點 好灰 你要明白的是 無論你所謂的good ending好 這個所謂的魔王到最後都是一定會消失的 會死的 這就非常矮刊 這個結局是絕望的 是注定人類要失敗的 那我們不如略略說回 我們終於多謝阿吉了 Fill up 到Near Automata之前的世界 所以你看回Near你就可以很棒 就知道這個故事的結構是甚麼 就知道為何要叫Near 不如我們說回Near的結局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Near的結局 其實也有些比較弱心的東西出現 OK 說一下 原本很簡單 其實有個故事就是說這些人型機器人 即2B 跟他的小政塔9S 就是打算在地球做一些Mission 對 Bakamanda 最後就說 有些機械人型魔王 不是魔王 就是Adam and Eve 那兩個帥哥 對 打贏他這個世界 就說沒事了 那麼簡單 人就傳過來 很簡單 就是很表面的東西 對 但是打贏了Adam and Eve 你會覺得那應該是結局 對 又不是 又要再打多次 又要再打多次 那就不要緊 算了 當作是打機 那你用回你的小政態的角度來看 就是9S 9S其實是一個偵察型的兵器 他不是直接打的 其實他不是打的 其實他不是打的 他是Scout 他真的是Scout 他只是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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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是偵察的 然後他有一個特別的技能 就是可以hack電腦 以及可以拿到一些機器的記憶 是 那你就在這個 這樣的角度 就可以看回一些死了的大腦 是 的記憶 為什麼這個大腦會這樣做 這個機人 就是在裡面的機人不是機人 全部是人來的 就是由我當 其實在我的角度裡面 有意識 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選擇自己的行動 我覺得這些就已經算是生命了 還有他們開始進化到一些 很抽象的概念 是呀 很搞笑 在裡面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人類 不要說人類 人類做的機人 Android 有些叛亂軍 機械人 有些機械生命體 有些不想再打這些無謂戰爭的 鐵罐機人 兩邊其實住得很近 村落來的 有交流的 那你作為這個角色打的 就幫忙跑龍套 送貨 傳訊息 這些工作來的 是 比如說 機械人問我 機械生命體問Android借書 那集有些什麼 我記得的 借書看什麼書 哇 懂得選 偽康來的 選哲學書 還是選理財 他說理財 幸好他不會在YouTube 選偽康的影片來看 如果有的話可能是 有個傻人叫偽康 這樣呢 然後他說 啊 理財這條 Luki的怪怪 他說 你找一個電腦 就是一個機械人 都看哲學的東西 是 是吧 那你用9S的角度 去看回這些主角 就是 sorry 看回那些大佬 是 他為什麼要打呢 其實很有趣 其實是很人的 有個機械人就很 很需要被人照顧 很需要被愛 是 就是很蠍子王 其實 很想別人在關心他 就是別人關心他 那你要學唱歌 那他就要學 他就要聽傳言 聽別人的線 是 是 就說我只要把那些Android 殺了那些Android 放在那裡 就會變得漂亮 所以其實他第一關的大佬 就是在一個馬戲團裡面 掛了好像Silent Hill 那些人偶的Android 就在那邊滾滾滾滾的 你掛Android也算了 因為Android是代表了人類 你想想如果有一個機械人 掛滿身人的屍體 然後就說他怕人會覺得自己漂亮 而你掛褲褲打到一半 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那些Android 救不回但是還沒死的 是啊 只不過救不回 就是血肉無虎 這樣 Edan人2的遊戲 其實整件事是挺Edan人2的 當然他沒有血 之後他裡面有些大佬 就很厲害 譬如Adam和Eve 你說機械人組出來的 想體驗人類 又說人類基本性是爭惡 只要打打打打打 但是很有趣 你身為2B主角 你把他打倒了他的大哥 Adam Yves他打你 他有個很明確的目的 很有情緒 很激動 我要為我幫我報仇 你把他打倒我 都算了 你把他打倒了高順利的憤怒 會打打 很合理 都不夠人性 不夠韓國 他那句才夠韓國 怎樣人性一點 你為何要打倒我大哥 為何 他要問為何 他不是說你打倒我大哥 不是 他不是紅英仔報仇的 紅英仔報仇就說 你要打倒B 我就再喝你 一筆打給你 很合理 他不是說為何你要打倒大哥 他問為何 不是自我家 齊男 但是Yves是充滿人性 其實我覺得Yves是比他大哥更人性 為何 因為有愛的傳統 不是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人性是甚麼 就比較混混 我講的狀態 人就是這個狀態 反而他哥哥很極力地 想找究竟 當你很想找人究竟是甚麼來的時候 你的心理上就已經將你自己和人分開了 他哥哥其實是高燈仔某些 即是甚麼世事 給你看透了的 即是戀營而已 你佔中的時候 經常有些人說到香港應該怎樣怎樣 又有一個邏輯的矛盾問題 你說到這樣 難道你不是香港人 還是剛才你說的一句 是不是 如果你說到這樣 難道你不是香港人嗎 問題是香港人要怎樣做 問題是我們脫離不了香港人的身份 我們還在這裏 又無法背景的伺服 那弟弟就非常人性 普通人 我不想看書 我們甚麼時候出去玩 這些是甚麼 還有很有趣的 還有一些鐵罐QQ的機客人 你以為很有趣 機客人想形成一個宗教 有宗教 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覺得 打破了我們對機客人的觀念 哇 這個概念上他是爆發的 他不是那些活生生的人 他是那些很鐵皮公仔的 宗教愛要做神 你想想這些其實是 他們會崇拜一件事 崇拜那裡很有趣 這裏可以說說老土彩蛋 宗教的那個教主 套了一些東西在頭上 有一個好像盾牌的東西 其實那個盾牌的東西 就是在五千多年之前 出現過一個叫做面具王國 國王頭上戴的王冠 就是這樣 他好像是找回以前的記憶 他找回以前的遺物 其實這壇東西 好像Fall Out Fall Out都有這些東西 Fall Out都有外星人聚落 你問外星人聚落 那個Crash Site 還有一些什麼機人有趣 剛才說過有一些驗戰的機人 自己做過機械人村 機械是生命體村 他就懶惰 當那些機械是BB 是小孩子教 當那些人教 他就教了什麼呢 人有識恐懼 這個很人性 人不用學都會有恐懼 只不過機械人想他更人性化 所以附加這個屬性 給這些機人 你要害怕 應該這樣說 人類學也會這樣說 為什麼人要害怕 你要人類學的說法 我由生物學的說法 生物學說 人的恐懼是源自他要離開一些危險 來提高他這個物種的生存率 怕死就告訴你 贏不到的獎就麻煩你撇 玩玩玩得聰明一點 不好玩就立刻閃 是不是 搞到禁牙煙 這些就不好 聽來講 是不是好像是好事 好事 當然在生物學界上 就沒有分好壞 我們人附加了這些就好 當然你說有 一定有他的功能 那不好的地方 人類覺得 不可以就可能變成耐弱 淆底 欺騙 推自己兄弟背去死 這些東西 善自己的朋友 這些 但是在裡面 我有一件事情 我又不太認同 什麼 他就說這些機械生命體的油長 團長 那種的物體 村長 那他就教了寶寶小孩 那那一刻 那個村長就去了另一個地方 不在村裡 然後那村就受了攻擊 他就說很害怕 哇 我那我要救出嬰兒 救出嬰兒子 那裏 去到之後 那些嬰兒自殺 機械人自殺 機械人自殺 然後他就說 哎呀我做錯了 他就說 為什麼 他說 我不應該 給那些 恐懼的 Code 給那些兇仔 機械兇仔 他說就是因為我給了那些恐懼的 Code 給那些機械兇仔 他怕到某個點 會選擇於結束生命 而不面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比較影射日本、亞洲、香港的什麼瘦子自殺問題 我覺得他是在影射這件事,因為在大人的角度,他會覺得瘦子,例如現在自殺年輕化 其實你看大人和小孩,就是我們這代年輕人,看自殺是兩個不同的觀點,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很荒謬,沒有出路,壓力大 就算我做什麼都改變不了,不如我決定不玩這個遊戲,反正可以選擇不玩的,不一定要玩的 但在長輩、豁主,食鹽多過你吃米的那些,腎有問題的長輩 他就說,受不了壓力,沒有抗疫境的能力,動一點就說死,什麼什麼 我覺得那個長輩,機械人遊長,其實他都用了這種角度去看那些小孩 那為什麼你一口咬定他說,因為恐懼而會自殺,我覺得恐懼不會到自殺 因為坦白說一下,你不要以為自殺很容易 你要做到自殺是難過你坐在那裡等死的,你想一下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我小時候都是玻璃心的小朋友來的 但是,我是在想怎樣死會比較容易,其實死,我覺得有一句言語很適合 你有勇氣死的話,其實你沒理由沒勇氣去面對令你想死的原因 然後我又反過來這樣說,你想死,每個人都想死 你說生命滿希望,你都想死,你不承認,真的由想死到計劃死到自殺行動的時候 其實你花的勇氣,真的那個勇氣和那個膽量是遠遠大過你純粹在那裡苟且生存的 其實是真的,這樣也是 人好地地,你不會死的,人的求生意志強到人在野那樣 喝尿都是為了要生存的 但是你說人在野,你敢不敢自己死,不夠膽,信不信 其實死不是你相中那麼簡單,不是相中那麼耐弱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外星人,機械生命體 機械團長,村長,其實我覺得他也是用那些食鹽多過美食飯去看這些獸仔 你為什麼不可以說他已經知道了,不能夠了 或者可能他內藥,我沒有否認可能是有些內藥的 即是你狠狠打一場也好,自爆也好,你是機械人來的,不可以選擇自爆 沖一起爆檔炸彈也好,即是神風一點 你可不可以說他知道他的勝算是零 既然我選擇不如無痛了結生命 反正他沒有什麼攻擊力,他知道自己沒有槍的 那些機械人,對不對 你說side track一點,我也會這樣說 遲些我會開集說,免得不要說太多 有一集,希特拉的最後不知多少小時還是夜的電影 即是哪一套呢? 即是永遠希特拉被人改圖的那個 那個改片 那個電影,就是希特拉不斷罵人的 那個這麼經典的電影 其實裡面有一幕是很值得去探討的 就是你看看裡面其他軍官除了希特拉之外 有一幫人大部分裡面做什麼? 就是在廢青做的事 開P呀,跳舞呀,玩 為什麼呢?為什麼一個戒戒戒拜的 快要死的時候,他會選擇開P不選擇打呢? 這個我現在不說,因為我不想太off track 有一集我會說希特拉的那部電影 也好,你送一張免費的旗票給我 這個牽涉到生存、死亡、自殺、反抗的這四個名體 其實很大的 我們這裡不說太多了,先說這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自殺的範疇 其實稍為花燒時間去探討 其實你探討到很多 究竟很慘我們不是遊戲世界 那麼瀟灑、那麼英俊、英俊 我們在這裡全部都是那些,我們是傻居居的那些 我也是機械生命體 那麼我們要怎樣選擇呢? 在一個沒有出路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去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啟發性 他每一個chapter的大佬都很有啟發性 而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簡單,其實他是抄襲的 就是Near、Octomata、尼爾自動人形 這套東西其實是大量計成了小弟很喜歡的 Metal Gear Rising 雷電 中文叫做崛起 雷電崛起? 為什麼呢? 我剛剛兩個有什麼相似之處? 兩個都是白金工作室開發的 即是說,引擎就差不多 你加一些東西就可以當作新遊戲 那你看得出他的畫面 有很多都是 由主角說起 雷電是白色頭髮的帥哥 他slash可能是魏良 即是他的樣子太女性化了 Octomata也是一個以白色頭髮為主的 也是用劍斬的 以豪快會斬擊的一些 還有大部份時間都是掩著臉 對 還有他的格鬥風格都好像 拿一些人類做不到的撞劈招式 翻滾 還有有時候會帶一些很大部份 整個轉油台那麼大的大部份 Exactly大的佬 OK 還有什麼呢? 留意他的intercom 即是他的通訊 他不是有個立體投射有個板在嗎? 其實雷電也是這樣的 對嗎? 你記得嗎? 還有大家沒有記錯 你聽聽的聲音也是一樣的 即是用那些 都是用同一批罐頭 彈出來的那個 其實是跟雷電很像 即是跟Metal Gear有點相似 音調很相似 哎呀他最差勁沒有雷電那些大叔型的角色 雷電沒有大叔型 雷電是一個美少年 但雷電的聲音也是一個大叔 其實 不是的美少年 英文的潘英文是Quinton 其實他的聲音也是算 二十多三十 他是大叔 即是那種 三十已經是大叔 但他成年男人 但他不是大叔 現在你不能用年齡來評大叔 有些十幾二十歲很大叔 所以我沒有告訴你那筆聲是大叔 他就不是大叔 即是大叔他不是 他不大叔 因為他很小生 他很美男子 大叔是snick的大叔 但在Jack the Ripper的時候說話那種 他大聲沉 因為他要兇狠 還有些什麼 就是他的武器 亦都可以讓你選擇 輕巧型的武器有權印 Metal Gear Rising裡面有那把木刀 有長型的 就是Metal Gear Rising裡面有些人手棍 機械人手翹馬接著那條棍 他有長刀 他有類似泰刀的物體 也就是重型兵器一把刀 很重 整個牙狼裡面騎著匹馬的時候 砍的那把劍 根本一模一樣 上面有一個叫什麼百獸劍 百獸之王者那一把劍 有的應該是徒友 那個命題好像是野生化人 機械人 這些東西 Metal Gear Rising就是為自由 這把劍 這班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為 暗瓦底他們都是為自由的 因為去到你打到差不多 打了幾個咒目之後 他就會 到最後阿九S就 當然啦 洞色了這個 這個月球 月球上面其實沒有人的真相 都是 那於是你就要選擇究竟 我 是繼續這個循環 讓你這班機械人覺得自己是為地球而戰 是在做事 還是 我直接把那個所謂的月球基地 炸到炸都沒有 讓你們不要再重複這個循環 這個很魏康 其實他也是為自由而戰的 他是為真相 是啊 真正的自由 他可不可以解放這班 這班技業系機械人 是啊 還有還有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整個戰爭是沒有意義的 你想想 製造外星人不如死了 打來為什麼 坦白說你的大哥也死了 連外星人也死了 人類也死了 你說人類已經沒有了 外星人還在把地球 你覺得為了自己的創造者去報仇 都還叫做是一個目的 但是連報仇的對象其實都已經不在了 而且這些才是真正的人 我覺得 就是你看看 無無畏畏不知為什麼 無無畏畏不知為什麼 你真的要 既然是真相 你不會選擇去否認 要選擇去想想怎樣去讓別人說服 還有我決定 Live with the 真相 中文即是叫什麼 就是你 我要承認這個真相 是啊 其實一件不是容易的事 搞到我一點感動 我喉嚨很狠 還有什麼 就是他裡面有口聲聲說自己 也就是2B的主角 其實說自己不應該擁有感情 經常跟9S說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一段亡連戀來的時候 我覺得 忍功秀 好 OK 我要為2B平反的 我覺得 我覺得 你經常都說2B 9S好像是冰 小靜泰 小靜泰 其實他裡面 你拆回劇情 你就知道 小靜泰9S根本就是一個忍功 人工 是2B圍著他 在他的身邊轉 無論是劇情上來講 還是 mental感情來講 我覺得都是這樣 混女王 你不要以為他小靜泰 就好像很散弱 就是冰 但其實 他就是那種 換手為功 他就是玩弄2B在鼓掌之中 瘋心 哇 聰明 大家要學一下他 是 大家 你看得出他裡面 經常都是2B為了9S去做某些事情 又或者是2B 你想想他跟Adam打那一場 他為了2B冒著這個生命危險 他明知自己很難打得贏 Adam太厲害了 他都跑去打 為了他玩自爆 第一天 已經聚焦 你看得出 就是Near 不是Near 2B 2B這個角色其實是 你又調轉了 很得男人歡心 為什麼呢 對於我 他吃光我心目中 理想女性的那些東西 不算外形 那些已經貼到中了 多多華哥說一句 我對白色頭髮或淺色頭髮的人 人是有種不可抗拒的迷戀 OK 所以你看到我角色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淺色頭髮 好彩外心色頭髮 OK 那他的性格有什麼好呢 他的性格是 很肯去為你 因為他為9S做了多少事情 有情有意的女生 表面上你以為他好像很冷感 不出聲 人應該擁有情感 外冷內熱 你不需要叫我做小姐 不需要加我神 2B 但裡面呢 那種 對了 你想想如果他們一起睡覺的話 我猜晚上應該都很壞 這樣的嗎 那不是這樣的嗎 我覺得他有情有意在 因為呢 尤其是剛剛過了罪章之後呢 他兩個就是合緊膠杯爆炸的 OK 然後鏡頭一轉就告訴別人 噢 其實他們爆炸都不會死的 都是回去再做過 他一聽到9S說 因為不夠時間了 所以我叫電腦先回覆你的資料 我那些呢 有一個部分的時間是沒有回覆 所以我沒有了某一段記憶的 他知道 然後鏡頭一轉 他就已經響了拳頭了 就是 你居然有些東西不記得了 噢 我們兩個的回憶是怎樣的 噢 其實是正的 你看看他 他表面上那個木口木麵又吃到了 但是他心目中 你喜歡那些冷艷型 我喜歡冷艷型 就是零波那些 你看看他那種 經常叫人說不要 總有感情 自己總有感情 其實最有感情是他 其實是 這句子裡面全部的機人很有感情 尤其是聲優演出 又發火 又妒忌 在這個層面上應該日文配音會 即日本聲優會好些 在感情表達上 我又不能說美國配音就是 不是 我只不過可能說 可能你覺得 即香港看過一些日式的ACG 他覺得有更多共鳴 還有些什麼要說呢 這裡 嘩 講起2B和9S 我覺得有一個plot 橫尾呢 又是一絕的 即是要拍爛手掌 你要玩到第四次 你才知道究竟2B是什麼 又是一個弱心的東西 對 到最後最後的final battle A2才會告訴你 其實你認識的2B 不是2B 我們來講講A2是什麼 A2其實是早期型的機器人 一早已經反抗了Bunker 即已經不是Bunker那方面 自成一派 被CommanderLisway這個首要的通緝犯 搬亂軍 但是很厲害 而且那套衣服 因為年代九軟 已經融融爛爛 只會成為黑屍和空圍的綜合體 還要是爛 爛黑屍 破黑屍 爛空圍的綜合體 遊走於森林之間 長跡的白髮 但它原來跟2B一樣 差不多 但它預子一點 整個figure 你說你喜歡 我喜歡2A的 我兩個都很喜歡 但他的衣服 我經常把A2比較容易調整 A2 A2 A2我都很喜歡 性格和他那把毒舌難口 他真的會串那些機器人 你知道機器人說話是199 這樣說話 是沒有感情元素的 整天罵機器人 罵完之後還假裝機器人串他 你好吵啊 閉嘴 很好笑 我覺得A2的性格 也是一個人 對 還有他真的 讓我們看到一種 雖然他是Android 是機器人 但長年累月 在某些地方生活的話 廣東話有一個字 我覺得挺好 雖然其實不是解這個意思 就叫做純 其實純不是這樣解的 純的意思就是 純和滑啞 滑啞會比較合理 純的意思就是 將兩件不合理 用酒或者用物料來講 將兩件不合理的東西 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長期吐它一段時間的話 這兩件會產生很微妙的化合狀 那些不混合性 就變成混合 就變得純 那一件古麵糰 那個叫純 但是廣東話說的純 或者我吃就吃到純 或者我做事做到滑啞啞 那個意思的話 你已經對這件事 沒有了一個 沒有感的程度 這個其實叫做 麻木 Sensory adaptation 就是說你一進去那些 你去森林 你去農莊有牛屎很臭 你去芝士床 哇 整身芝士味很臭 但去到兩個小時 就你不覺得臭了 因為你已經慣了這麼臭 就會不覺不覺 而廣東話的滑啞 我覺得是應該指這件事 而我剛才說 為什麼A2比較人性 就是說 你看看人長期 等於在香港也是 剛剛上班的人 滿腔熱誠 很想要改變了 到現在 是這樣的 就是這些 做到純粹 那種是什麼意思 滑啞啞這些 他已經提不起勁 他不想改變 還有你在戰場上 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 我為兄弟 死了很不開心 到每天都死人死了 你以為兄弟每天都死了 你的樣子 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變成Lady Gaga那首歌 是 扑街face 是不是 Can't read my Can't read my 為什麼叫Can't read my 扑街face 因為你真的看不到 靠那個扑街face 西視 也看不到 所以2A就有那個扑街face 因為他長年累月 躲在地球上戰鬥 三都爛了 他還怎樣 我憤怒又怎樣 還有他已經洞識了後面的東西 因為連他其實都知道 月球上面是沒有人的 所以他才反抗Bunker 不回去 他長年累月地都知道 是這樣的 其實有什麼好打呢 這就是人性的進化 你看看二十歲的小孩子 為什麼好像七情上 他的七情六欲反應比較大 然後你到四十歲的小孩子 年輕人 不用那麼激動 你覺得什麼都不是一回事 就是這樣 2A的格子 可能是大叔 但他的行為上不是大叔 就是他有一種看透世事的感覺 其實有帶點而麻痺的 我覺得 2A A2 對不起 連你都調轉了 多得你 A2有些 但他那一陣麻痺 會放在一個大姐姐的性格身上 我覺得又不是麻痺 其實他是滑雅 他體化了但我就走不了 然後我知道我跟你說 你會不明白 等於你早期藝康也是這樣 不是早期網台是這樣 早期藝康也是這樣 早期藝康也是這樣 我跟你說 你不會明白 你不會一回事 還要殺有戒事 直到現在 我跟他說你都不明白 就算了 我說過那些話就算了 你喜歡就聽就聽 不喜歡就算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現在藝康就已經是A2了 成功了 我馬上先扔他 那時候 暗派就是2B 9S 不是 我們那時候比較輕鬆一點 亂口一點 對 你想想如果以一個這樣的性格 即是2A這個性格 放在現在的女生身上 她根本是一個女漢子 你反過來 好像木面青人是亞馬遜 你試試扔女人去森林道 她死不去生活了20年 她也可以做到希臘亞馬遜 她真的變成惹人 那什麼一回事 就是這樣 這種其實是幾滄涼的 我們說這個位置 就是整個世界觀 是 就被這個作者 作到真是 因為你越打是 視覺效果很棒 是 臀部啊 尾腿啊 尾腿啊 什麼都好 還要看 但是打完之後 你覺得那個世界是不開心 你做什麼都 其實好像也改變不到 是 真的 根本沒有大哥 沒有邪惡組織 沒有外星人 沒有什麼事情要你解決 你打了又如何 還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拿來摔 或者自己拿來 你為什麼無端端要 這麼辛苦去打弟弟 就是因為你殺了他大哥 那為什麼你要殺他大哥 沒有的 因為他大哥想死 最後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辛苦 要拿回來的這些問題 其實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還有其實你都是 都是很有趣的 一個機械人 你當他不是生命 雖然我的角度不是 我很大的 我的層面很闊 突然阻礙了這麼多 我不是阻礙了很多 我只不過呢 這麼大的 我覺得有生命 有意識 肯決定的人 肯做決定自己 承受的人 這些就是生命 對 其實這個人都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為什麼有其他物種 只不過不是你由這些蛋白質造成的 腦的東西 同一時間 你又不當他們生命嗎 是說不通的 這個藥這麼大 是不是 是不是 雖然我們人 是不是外星人 做什麼都好 原觀外星人 我們做的事情 何嘗又不是生命嗎 我們做的電腦 計數都比我 聰明 比我 比我厲害 其實他們 任何一件事都比我厲害 但某馬 那方面 鋼琴觸筆 就是電子琴 做音樂的歌 音準 拍子準 音準 音準 比我 一定 自動瞄準的槍 一定比我準 射的 我沒有東西給得上電腦 對不對 這樣 只不過他有一天 他自己是 哦 原來是蠍子王做我出來的 他有意識的 摩托 這是粉絲來的 就是給他一點尊重 但在Near Otomata的世界上 其實是沒有的 被你弄通了這點 那又怎樣 世界有餘 很值望我們生存 其實他的背景音樂 顏色 其實你會淡然做一種 其實你去廢都要探險 其實地球已經是爛了 其實一些人 好像回到故鄉地 所以他全部融融爛爛爛的 爛遊樂場 爛沙漠 爛建築 爛城市 爛森林 爛鑽油台 好名就是Metal Gear 裡面的Big Shell 那個機械人都是 大陸根本就是Big Shell 你覺得在一個廢墟游走 就算做完我的mission 這個世界不會怎麼改變 都是這樣 世界又如是 而且很估值 所以說為何在那些機械人 那麼有情有義呢 他們的機械人已經知道了 其實大局是 無論你怎麼做都好 都 改變不了 但有人的話 我沒有那麼寂寞 所以為何9S 那麼喜歡2B 2B那麼喜歡9S 為何Adam和Yves 要兩個兄弟一起 這些是 給我們人類 更加去珍惜感情 這個作者的了道 我覺得 而且音樂又全部都合適 對 所以我覺得是 很值得大家去看 去玩 去買他的Soundtrack 看他的設定集 看那些人Cosplay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OK 還有近期 我們這個也圍繞多些 這些 講這些人 和幻想 這些科幻 更加我們做的意義也是 是啊 Go on the shell 是啊 Go on the shell 但是我希望這個月 可以給大家多一些 這些方面的 其實生命很短 其實可能是一個幻覺 衝衝幾十年 衝衝幾十年可能 可能是一個幻覺 而且坦白說 這幾天新聞 又在導彈射 不知道美國和菲律賓搞什麼 人的感情和關係 始終是最重要的 就算是高於電腦 他都要拍拖 9S和2B 不要說表公公被我仇了 啊這樣啊 總之 有人被你供 或者有人被你仇 都已經是一種 而且他裡面的很漂亮的東西 從基人之間 有一種東西 他就說找到月之淚 月的眼淚的花 你不記得裡面的 很多程調都有一些五夜夢回感覺 是吧 但是今天時間差不多 講不到他之前那個 Drag on Drag 很多東西啊 可能要開第二集 因為其實整件事 我都還沒解釋 究竟2B和9S 為什麼會這麼糾纏 是 但大家又不知道 究竟白鹽化症候群是什麼 這些key words都還沒解釋 你給他五分鐘 十分鐘給你再說吧 好啊 一切都要由這個 Drag Drag Good 日本版叫Dragon Dragon 英美版就叫做Dragon Dragonite Dragonite 開始的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很幻想的概念 話說就是在公元800年到98年期間 就有一個大地震 在這個地震那裡就出現了一種叫做 Wat The Watcher的一種物體 和龍的一種物體 龍的一種物體 龍的一種物體 那大家知道是什麼來吧 不你繼續 那所以呢 就 開始了一個跟我們這個世界不同的一條線 那中間有些什麼呢 就不說太多 因為那些其實跟Near沒有什麼關係 跟Near有關係的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到了最後尾 他要打的大佬就是The Watcher 那The Watcher 其實就是一群 一群噁心的BB 石化BB 很具型的 那就是從天那裡來 那這個男主角呢 就為了要救回他自己的世界呢 他其實整個遊戲呢 跟Near都很相似 為什麼Near說是他的精神俗作 就是因為其實整件事 跟Dragon Dragon都是一樣 有很多個不同的結局 那其中有一個結局呢 就是男主角 帶上那一隻 我們所謂的Mother Beast 就是一個很大的女人呢 就衝了進去一個時間門裡面 就來到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的新屬 就在東京 就在東京跟他決鬥 那最後他 穿越平衡宇宙 是啊 由魔幻世界 是啊 但是那條龍呢 到最後終於都搞定了Mother Beast OK 沒事了 那想著 他講完最後一句 我們終於都搞定了 然後無緣無故 男主角和那條龍就被兩個飛彈擊中 死了 現代人的飛彈 對啦 而擊中他們的就是兩部F-16戰機 OK OK 有些金雜 不是啦 Dragon Dragon就完了 OK就這樣就完了 那個男主角和那條龍 這個英雄 就是被兩支無緣無故 不知道在哪裡射出來的導彈 一聲砍死了 就是反高潮來的 的 然後就是完遊戲 這個作者是究竟想怎樣呢 沒有啊 不玩 就是你完成了 整件事給人一個好結局 可以不可以 哇 真的沒有了嗎 沒有 沒逐篇了 沒有了 喔 就是這樣完的嗎 就是這樣結束了 今次就到了Near 2010年 中間跟Near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因為她擊敗了這個MOTHER BEAST這個巨型的女人之後 其實那一刻很Everview 這個女人化為一堆白色粉末 整件東西都消失了 像銀餅那些粉末 而這個國家 日本也捉了那條龍的Red Dragon OK Red Dragon 回去研究 但是在過了幾年之後 在新宿開始有人 就在很不舒服之後 化為一堆綠化蠟 就取風飄散 OK 其實這個Near裡面的白鹽化症候群 正正就是Dragon Dragon 他打完這隻MOTHER BEAST之後的一個後遺症 OK 即是為何會有這個病 就是那個世界 其實像MARVEL那個什麼 異世界的那條龍衝進來 然後整隊AVENGER在紐約市 還是哪個市場打 這樣就穿了一個PORT 對 其實差不多 而為何我們剛才所說的 魔術 怎樣研究異世界的魔法 大家就是在一條紅龍的屍體那裡 是不是有兩本什麼書 黑契約書和白契約書 其實那幾本書總共有13本 OK 那13本書其實就是用來管理 封印了人類的 即所謂封印了人類的靈魂在月球 OK 那就要管理你 究竟怎樣可以回下來 即是man料來的 因為它上面是斷網的 OK 那它就要監察這群人 去到某一個位置 重建到它的地球 之後它就要 即是監察這群人去 去重建整個文明 即是怎樣可以駁通那條線 下載那些靈魂下來 其實它本身有13本書 但是其中有兩本 黑之書和白之書 就是總製 就是用來開通整件事 當黑之書和白之書同步出現之後 就可以把上面的靈魂下載下來 我想問一下結果還是不行 結果是不行的 因為白之書 它說它跟著Nair的男主角 它說我覺得我要跟著它 因為它很正義 然後就不聽黑之書說 黑之書是打算抱著它過來 魔王的勢力 即是現在割了一半 然後整件事就turn over 它就沒有了 正啊 你這樣說就開始明白了整個宇宙 為什麼由平衡宇宙到現代新宿 到五千年後到一萬年後 哇這個timeline 在ACG世界上都算是長的 哇 還有你以為這麼方眼這麼美女 原來最終的Chronicle是這樣的 而且通常大魔王在這傢伙手上 都不是大魔王 其實有些虛冤原feel 你這樣說的東西 即是他的扭曲扭得很正 我覺得他比虛冤原好 虛冤原有些只是說人的黑化而已 還有虛冤原是單面 他互動性比較強 他沒有對賽 他沒有正邪 虛冤原都說這個傢伙困我的 就是那個不知道叫什麼 Mamig B的小小小 QB QB 嘩 那有沒有東西補充 兩個為何那麼前面 2B和9S 因為2A到最後告訴你 其實你認識那個叫2B 其實他真正的編號 是2E 因為Bunker那群藥業系的機器人 不是 機業系的機器人 都知道這一群偵察型機器人 太聰明了 喔 如果你聰明到一個點 你就會洞識到 其實月球沒有人的一個真相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 E系的機器人 放在他旁邊 其實是笑騎騎放毒蛇的 是每一次都要陰爆他 讓你不要太過 在你揭發這件事之前 就要按住你 做瓜 這是特務東西 是 E for Elimination E for Execution E for Execution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定 完全好像現在那些 尤其是 這個是真的 怎樣 通常在那些 以前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那些中國的掃地 審民縣 你以為他們是那些 其實是間諜 是間諜 這些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定是不錯的 其實很人心旺旺 還有近期我們這個月都多這些sci-fi 而且下個星期就開始我們網台 Ara Radio的異形三部曲又來了 Yes 我們藝康做前鋒頭炮 一個大型活動 一個大型活動 我們做頭炮 我們做了第一集 之後其餘 目的不友和pop session都會再做 之後呢 就會這個異形的聖約 這個電影一起看 到時我們一起開心看電影 到時可以更加討論一些超級離譜的異形 希望大家 不知道離譜到怎樣 因為暫時都沒有一個譜 略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現在會爆 應該下集 或者我們網台節目就會爆 好了 今天給大家希望玩開心些 美女看得爽些 回家就不要那麼絕望 想多些這個世界要怎樣做 我們仍然有希望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大家好 我是pop session的主持文武 今次很開心 我們可以聯同另外兩個節目 無奇不友和魏康一起合作 搞一個異形專題節目 在這個星期內 我們會有三個節目 可以聯同一起講 關於異形這套電影不同的主題 除此之外 在5月13日 我們都會搞一個 異形聖約的電影放映會 賣票的資訊 很快就會公布給大家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到時見 我們會明白 我們會不會 阿なら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